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出台在即 2019年参与非法集结的港独分子 所谓的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居 日前弃保潜逃 据悉他目前藏匿在欧洲 陈家居6月28日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 承认自己已离开香港 现年30岁的陈家居 在2018年成立学生独立联盟 主张香港独立 另向中学生及大学生宣传港独思想 后又成立所谓的香港独立联盟 他在2019年因涉嫌参与非法集结罪被捕 缴纳保释金后保释候审 他曾向法庭申请撤销禁止离境的要求 但遭法官拒绝 陈家居保释期间每周需要到 关塘区秀茂坪警署报道一次 但在6月4日没有暗示到警署报道 事后有消息揭发他已乘飞机前往荷兰 他曾于6月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暗示已经离开香港 有消息指目前他身在英国 陈家居6月28日在社交媒体正式发文 承认自己已经离开香港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指出 当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要制定涉港国安法后 已有很多祸港分子逃跑到外国 证明国安法对香港止暴之乱 恢复社会秩序非常有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